好,接着B part的第三 现在FC2会update它 而update主要是针对array B 本来的index是由BS开始 接着BS加1,BS加N-1 例如之前S是由5开始 所以B5,B6,B7 再想到B14,如果N是10 现在想将B的index 设置到它由0开始 B0,B1,B2,B3 最后去到B9 现在就要我们update 改这四个blank 应该填些什么 看下去第二行的i loop 和第六行的i loop 基本上两个答案应该是一样的 由0开始数到第9格 但我们千万不要写9字 这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叫黑曲 就是9只不过是一个例子 所以当N是10 这里会是9 但我们应该写一个general一点的答案 因为这个是FC2 一个algorithm N是10 只是其中一个example 一个instance 一个例子 所以考试千万不要写9 不可以黑曲它 我们要填N-1 譬如N是10 10-1变成9 继续它 0-N-1 才有N的number 另外index本来有5 就变成0 即6变1 7变2 8变3 9变4 即是-5 5 但记住5只不过是一个example 就是s 一个instance 一个example 我们不能写-5 应该是减回一个variable 叫s 好 所以接着第五行 看回原本第五行 这个是b bracket aj 现在只不过我要将aj 减回 千万不要写5 写5就没分了 减s 就会变对的index 还有这个algorithm的output 本来就是i i就是你那个missing number 本来就是bi的index i就是missing number 但因为我们移了s那么多格 而s是5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加回s这么多的 才可以等回原本 变回那个missing number